Island próxim 加年是AA芝teen 我是一間工人公司工作 和我 Finance PR 的工作 哪一個行業都有困難 這個困難是在於你有沒有方法解決 回家後後幾個月已經有問題 我自己覺得自己是以前做銷售的 其實這份工作都是銷售市 我覺得應該沒有難度 但之前可能是一個B2B的意思 現在可能是對一個個人 就是每一個人可能都不同的需要 所以一開始可能幾個月 其實不是很順利的地方 再加上我自己香港的朋友都不存太多 所以其實兩三個月的時間 其實已經沒有什麼人去電 但當中我自己覺得 既然選擇了這個工作 我希望自己可以堅持下去 令到自己對自己有一個交代 所以其實一個偶然的機會令到我 就做一個調查人員 找到一個朋友 也有小事以內 就是他跟我簽署第一張單 所以那時候令到我選擇我之後 其實一個不認識的人 他都可以上去考慮 那我又可能沒有效果 還有只有你勤力 你付出的話一定是有所得的 你沒有抱著 就是抱著一個排出的態度 可能這件事不行 那件事不行 其實這件事已經限制了自己的發展 什麼方法我都想試一試 沒試之前沒有說自己不行 所以其實我Cold Call Warm Call 其實Refler我全都見的 我希望練到自己是屬實做所有的方法 可以在方法裡面找到自己的方法 這個開放的思維 是對成功我覺得很重要的 第二方面我覺得就可能是一個堅持 因為每一個方法都有他 所有時間來認證這件事的 你不要說今天見一次 天天見一次 第三天不用做了 那麼其實你根本沒有嘗試過這個方法 但最主要第三方面我覺得就是一個行動了 那這份工作跟以前還不一樣 以前可能有很多事情可以計劃 但未必是一定有馬上實施的 但這份工作每一天 你每一次見一個客戶之前 你其實都是準備一個行動 你天天都是做 你action 需要做的事情 其實這個你成功都不斷了